南無良宏慧相佛菩薩 無上神親密廟法 百千萬監藍祖母 無間監藍祖母 萬監藍祖母 公義法師各位請見台北 大家好 我們梁鳳保禪一百坑五 我們除了和各位研究到 北南和三島的這個內容 讓我們各位積極去體會說 我們這四人是不是有考驗到 如果有 你自己趕快想辦法解套 要怎麼解套 說那麼簡單 有啊 你也有做到 我也有想要想 我也有想要改變 不過不知道如何是好 所以各位會勉強 你用三種的信念 三種信念 中共 我們現在法的願 當然無論說 你自己是這個貴旗 王賊 前經 別 經過的地 到五個月 徒生 現在是別對立 北南 記得 走到天邊海角 走到流暗發明的時 你记得要怎样有一春 一定悦念补体心 悦念意念,意念就回忆了 回忆的是你巴士前钟就记得 我是有修改,我是有出家,我有吃荡菜 我是真正有听过经的人 这就是意念 你若是当中没有,你愈什么愈 你愈想也在乎,不能失岁到五条金 你都想那样,你就不求也想那样 所以叫你意念补体心 要怎样意念 所以各位,我们要感恩贼参的祖师 祖师代得念 把我们称呼叫做统业代表 我们大家共同都有这个业力 所以我们大家 还没对立这个苦难的时尊 你不可不以先奉逼啊 俗父说啦 味有就生丢流 味啦 味道好就要剥处 不行啦 等下来再来再来蓬蜜 这叫做呢 太难了啦 我说 金星我们每个人幸运做人 还要来新婚呢 还要来拜婚呢 还要来听经呢 这样 是不是我们叫做 没有队里地到五鬼挑生 也没有去陆里三灾不难 对吧 哇,好幸运喔 前面我们谈过了这么多 哎,我们只要一年生临佛情到佛后这一年 这一年呢 还好啊 我们在末法时代呢 还有佛法可听 还有佛祖堂好拜 对 对不 圣不信之中的大信 但是各位 我们就感恩 这四人来做人 可以说我们在世间为了生活 我们的朋友有够多 我们要怎么去尽到一个险帝式 尽帝式很难 什么叫做险帝式 教我们好的 带我们来拜佛 叫我们来听经 有机会就叫你去保持 这就是险帝式 这险帝式很难 如果我们可以尽到险帝式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来听到这波大禅 这波中两母帝九到冬金 那是行不退 他为啥 因为他的灵感 因为他的功能很好 所以 放我们说 各位应当生去三中心 第一 佣病心 佣病 就是要打拼 幽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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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有啊好不啊好啊 好啊 每天叫我就这么认真 你太疲惊了 我站不住 没得到 没得到 对吧 我这样 也是要有点 我的时间 就叫我每天都拜佛 听见闻法 我不是出家人 所以各位 你等啊 不可能啦,你要突破霸亂很難 對一個人要接你、迎你、看你頭面的人 會去把你拖離開那個霸彈 然後也把你撞下去 害你撞下去會比較多 他會伸隻援手嗎? 站在路邊身上還要你撞下去就有了 你自認為怎麼樣? 親朋好友,自親自要 不見得啦 要有現金啦 要有幸福還有財富啦 這種現地性是很難的 你怎麼知道有現地性? 他可以說服你 他講的話你聽得有力 你這樣跟我說我聽下去 這個就是現地性 不是現地性跟你說我聽你在說的 對不對? 你聽到夏年就浮了 你浮了對方 你內心裡面的佛性浮起來 浮起來之後呢? 你的佛性就生氣了 因為你曾經有漏這個經濟啊 你有這個經濟是沒有人給你死肥惡水啊 所以你這個佛性就這樣要不斷 都要浪漫過關 對嗎? 現在是好得有人給你勾起來 勾起來這個佛性 咦? 還有補給 有補給出來 你就知道 哇 這 相經不錯 你跟你說 相相的生情多好 你都不知道 聽到這個腦筋 非常清楚 非常有地色 所以你那個內心裡面 會感到什麼 勇猛精進 不懈戴 你就會鼓勵自己 會贏 愛 相經 如果有怕 聽經的機會 愛 聽經 這個就是 煮一檔的強心擠 應用擠給你了 不然人生在這世間 為著生存 為著打拼 為著肅甲 為著家庭 拼到這樣 揮頭揮臉 你得什麼? 只是一個安慰 好辛苦喔 對不對? 回頭一看 當然辛苦喔 養那麼多家庭 對不對? 這個担子太重了吧 我們為著要娶那些人 我們不都不走 所以 你跟我說看 你可以停腳嗎? 那郭台銘說的 一百萬的完工耶 一百萬個完工就是一百萬的家庭 裡面看他吃錢 所以他說 他回家庭沒三天 沒辦法 他 我們說走路 他又看他要穿牛扁鎖 就是這樣 這就是世間法 世間為著吃人 為著打拼 你叫他來聽聽文法嗎? 你叫他來學佛嗎? 不可能 為什麼? 時間還不夠 因緣還不記得 他還不到那個因緣 他必須 把他的能量 潛然發揮到 有一天 他就會開智慧 所以做事夾的人 你說他沒精進嗎? 有啊 他在事業上很親近 你知道嗎? 他不懈戴 每天 沒沒沒 就是在養這麼多人 所以我們都感恩來不及 像這種人 對嗎? 帶我們養這麼多人 沒有這麼多人 要怎麼生活 所以這就是 世間人說的 有宅 有地食的人 有福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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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發水也很簡單 如果沒有 你是要怎麼 所以我們只好 求其次 我們不一定 大家都像郭台銘 我們做我們 一個平平常常的 老百姓就好 我們做賣工 做無事業 我們賣工 吃肉 可以 收勒 這樣 收勒 這樣就好了 有啊 有宿假 對吧? 我們也做宿假 你說 社會人做宿假 這是應該的 出家人哪有宿假? 出家人的宿假很大 你們做的宿假 你看你們做的宿假 我們不是像我們的柚韓公司 我們這個武漢 武漢公司 會當首頂誰人? 在我以前那時候 我是他的文工 我是他的長工 我拿他做工具而已 他當首頂 董事長 對吧? 他設下這麼大的事業 讓我們去服務 讓我們去做 不好意思 你還有薪水 我又沒有薪水 對吧?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心甘情願 我發怨的 我喜歡 我願意去服務眾生 對吧? 所以伯伯吃三餐 伯伯也睡一會 伯伯也睡一會兒 睡一會兒睡一會兒 人生就是這樣 留下什麼? 萬個流風 好死老婆 人死老婆而已 靠什麼? 一樣是生一樣是 你留下來的東西 是有用沒用 對吧? 所以我們現宗的佛教 不是像別宗 一個高精人往上去 就再來找 投胎的靈童 我們不認 我們為了生死輪迴 再來是我們的艷麗 我們再來是 還是因為 回到我們的崗位上 這就是你都不用找 時間到他就自己下去了 回到家 就再等我來找 所以 為了這樣 母子就要 跟政治有關係 所以政治者牽扯到你的 宗教信仰 讓你呢 你的宗教信仰力量太大 會造成暴動 會造成暴動 這叫做煩惱 這叫做業 這叫做業 你知道你的任務 你這世人 尤其出家人 你為什麼要出家 你要有擁命精神的心 你要替佛做打這打打 不是嘴上收一收就好 你一定 你一定要不懈戴 常常鼓勵自己 這樣子 你才能完成你的緣 你如果沒有完成你的緣 你每天 好啊 你去破海佛教 你記得把佛祖勞開 佛祖是好的人 佛祖的兒子 就還要去樓市 給本 這麼有錢 你把佛祖這樣 做得很重 佛祖是不會去你嗎 會啊 我沒有讓他的兒子去餓到 沒有了 佛祖的財產多少 騙虛空 騙法改 都是佛祖的財產 所以我們要用命精神 既成的這些財產 把這些財產 把這些財產 既成的財產 所以有做的財產 有分數種財產 在財產兩種 出財產兩種 這四個條就是要財產 財產財產 頭前面兩支條 後面兩支 後面這兩支條 就要用 所以就要出財二種 在財產兩支條 在財產兩支條 就是在財產 在財產兩支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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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佛祖的家業 我們要合作無間 我們要合作無間 不能輸心 也不連著分別心 這就是我們應該做的 這樣叫做菩提心 你如果這樣去做 你叫做大花菩提心 第二的心 什麼心 陰中心 陰就是陰勤 骨辣辣 對三部的功德 你不可輕輕忽忽忽 有得好 有得好 我如果沒有做人 別人就做了 那個好緊 那個不重要 這樣子的話 你不殷勤 我們的殷勤 殷勤 敬重 你知道嗎 做的工作 做的工作 就很小心 而且很尊重 因為 尚故說幾句話 講法就要背 你不想比較小心 我做到這樣 對不對 沒有講 要想 沒有什麼 然後就 有講沒有想 講法就背 不怎麼背 對不對 這樣不理 各位 你如果有陰中心的人 你不去做這個事情 每一件事情 你就會很慎重 很用心 你不要小看三把的存在 你看到 你眼睛看不到 放得浮沙裡 什麼叫做三把 三把 我怎麼都不會看 還讓你看到 你會怕死 你知道嗎 不可以讓你看到 不讓你看到 你內心裡面還會經典 所以 告訴你 不可 無礙 不經 也不可以揮捧 三把的公德是無共無人 你要怎樣 如何如何去立場 你一定要有 陰中心 陰勤 境中 我知道 三把公德無量無邊 我相信 跟佛祖做工作 我實在說起來 很細心的 我很尊重 所以 不是對人 跟佛祖做工作 也好 聖經也好 要來做一個 教訓也好 我們就不可以揮手 創毛 經典 就要來洗手 你看這樣有 尊重嗎 手洗乾淨 洗乾淨 洗乾淨 才可以把 教訓的東西 拿來教訓 你如果要給佛祖 你對佛祖有尊重 那種手蠟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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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會給你滯十分 把它拿去 之後把它放那個 各位 硬重心 硬重 很虔誠 所以你看我們在傳統的時候 必須要有偷盤 為什麼不讓你的手擠直接摸 因為你要經過偷盤 有偷盤把你那個東西放在那裡 你手上不管是穿起 没有穿去 你有洗手没洗手 你完整 你起到这个托盘上 你很慎重的 集起到眉间 这样子的话 就不会污染 所以各位 很细的一件事情 很微妙的一件事情 就可以看出你有没有慎重 对佛祖 如果拯佛拜佛 都不要太过随性和粗鲁 也不好感觉说 我这种人的个性 我做到把握 就知道我这种的 大条大条 对吗 不对 要学习 学习到你会懂得怎么样去 有因重心 这很重要 你如果有够到这个程度进来 我们学习说 跨路门槛 你已经吓进来 你就会很细心 你还没有跨路门槛之前 那有什么 因为你在外面 你不看在里面 所以你不相信 所以这个心很重要 第三个心 要发什么心 发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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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头前面 一直在讲讲到讲时 讲很多 要发出什么菩提心 要有佛心 要有菩提心 要有圣人的心 要有主彼虚仙的心 这样这是菩提心 各位 菩提心是一个名词 它里面包含很多很多很多 你不要小看 发菩提心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 你有做吗 一行也没做 你有心吗 你有菩提心吗 你有圣人的心吗 你要问你自己 所以发大菩提心 因为菩提心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要设定目标 不管多遥远 拼生拼死 拥命静静 小心静静 也要完成我们的心愿 这叫做菩提心 侧头侧尾 走到底 不可以呢 如果有到境界 有到困难 就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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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对 这种人 太自私自意 懈怠心 放逸 调集 你的烦恼可多了 你知道吗 只要你的心生气 一个放逸 调集 那你就离你 本来可以 衔接起来 因为你的调集 你的放逸 爪 路死爪冷气 各位 到最高目的 就是 就是 要完成 我们的心愿 不只说 各位 记得 经济在心 发心 就是要走这条路 应该要 自行 困窃 整一世间 人所尊敬 的 大主 大逼 这些 主佛 佛萨 我们跟着他们学习 跟随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来回向 我愿意出功的 中严佛正道 最保守正因 下座三度寇 留意见闻者 设法无体心 仅处于无心 同心基督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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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三度 都已经 送了 你